Rosyemore 咖啡 嗨!大家好!我是芝雅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款經典小遊戲 打磚塊 大家應該都有玩過吧 這個打磚塊呢 它的遊戲目標就是要把所有的磚塊打掉 隨著關卡的改變 磚塊的排列方式會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在製作遊戲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磚塊給一塊一塊印出來 但是總不可能真的一行一行程式碼 去寫這個磚塊位置在哪裡吧 這樣也太辛苦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一個 電腦的充能力 反覆執行的能力 或是你可能有聽過回圈 或是loop之類的 那這些就在講電腦呢它有一個技巧 可以很有效率幫助我們做一些重複的事情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來趕快介紹 單元有哪些目標吧 這個單元有四個目標 那前面兩個呢就是最主要的回圈指令了 第一個是well 第二個是for 那第三個draw 大家應該看起來很眼熟對吧 這就是你們想像的那個draw 在第三單元的時候我們曾經有說 draw它會不斷的去更新我們的畫面 那這樣回圈的概念呢 跟我們第一個跟第二個有一些些小小不同 所以在這個目標裡面呢 我們會詳細的介紹給大家 再來最後一個回圈嘛 回圈總會就是要繼續回圈呢 還是不要再做這個回圈了 那第四個小目標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怎麼去控制回圈 我們趕快見到政客吧 那反復執行的能力呢 也就是大量複製的事情 還蠻適合用安迪沃赫的作品來闡述 安迪沃他出生在工業時代 那工業時代就是 就有大量的複製品嘛 或者就是重複出現的東西 他認為這樣子可以產生律動的美感 所以他就製作出像這樣一系列 普普藝術的作品啦 那像這樣子的作品呢 就還蠻適合用數位的方法來製作囉 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怎麼重複讓這些圖案出現 並且還可以在大量的複製品當中 加入一點小變化喔 那我先從最簡單的例子開始做起 我讓電腦來唱生日快樂歌 英文版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以我們就要讓他就是 Happy Birthday乘4嘛 呃... 呃... 大家表誤會不是單壓乘4 是寫乘4 的意思 原來是寫乘4的部分啊 好那說到乘4呢 我們就看一下在乘4裡面該怎麼寫吧 我們會透過WELL這個指令 WELL他本身有持續不斷的意思對吧 那他的格式長得像這個樣子 在WELL這個關鍵字之後呢 會有條件式 那我們去判斷條件式是不是合格的 如果合格的話 就會執行下面大瓜糊 裡面就是描述的內容 他的流程圖長得像這個樣子 在執行完我們描述的內容之後呢 他會回到一開始再去檢查一次 我們的條件式是不是合格 如果合格的話 就會再執行一次 也就是說他會不停的這樣重複的檢查 直到當這個條件式不合格的時候 才會跳出這個回圈 執行後面程式碼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流程圖跟什麼有點相像 就是IF 不過IF呢 他不一樣是他只執行一次 可是我們的這個WELL呢 他會執行好多次 直到這個條件式不合格為止 所以這邊特別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避免無權回圈的出現 也就是當這個條件式 他一直都是成立的狀態時 是不是程式碼就會像鬼打牆一樣 在裡面一直回圈回圈出不來 那這件事情就很可怕啦 它會導致我們的程式像當機一樣卡住 所以現在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幾個設計回圈的小技巧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如何設計回圈 避免無窮回圈的產生 以剛剛的生日快樂歌為例 要讓程式唱四次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們需要準備一個計數器 這個計數器的目的呢 是要讓我們計算到底唱了幾次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我們要記得一開始先把它歸零喔 那透過這個計數器呢 可以計算它回圈的次數 之後每執行完一次大瓜湖裡面的程式碼 我們這個計數器就會加1 然後第三個以計數器當作這個條件判斷式 我們可以透過檢查計數器裡面的數值呢 然後就是決定我們要不要結束回圈啦 我們唱四句的話 就是0123對吧 所以呢計數器裡面的值要小於4 所以當計數器小於4的時候都是符合條件的 那條件式就可以寫成Counter小於4啦 所以這個例子說明了 設計回圈的時候有三個很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呢是準備計數器 並讓這個初始值歸零 再來呢會透過計數器計算回圈的次數 然後透過檢查就是計數器的數值呢 當作條件判斷式 好那我們來點小變化 大家在唱生日快樂歌的時候 第三句不是都會改成朋友的名字嗎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就可以結合if達到這件事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上次交到的debug tool 來看一下程式碼是怎麼進行的吧 打開來 然後我在這一行 Happy Birthday to you這一行 上面加斷點 然後執行 我們會發現執行號x從0開始 然後他停在這一個print這一行 然後下一步 他會把這行印出來 然後來到這個x++這裡 就離開了if的判斷式 再來下一步 此時的x變數呢 真的如實的加1了 那他也符合while的條件式 所以他就會進來 但是不符合if 所以繼續印這個hbd to you 然後加加回來 此時的x呢他剛好等於2 此時的x呢他剛好等於2 所以他剛好就會進到if裡面 去印Happy Birthday to chica 那最後再加一次 這時候x等於3 所以呢他又不符合if了 所以就印出這個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現在再加加 他就已經是4了嘛 所以呢已經不符合條件式了 所以他就跳出這個while的回圈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OK嗎 那我們最後看一個簡單的小例子 現在想要在畫布上面 每隔50px就畫一條直線 要怎麼用回圈來完成呢 我們先來回想一下 設計回圈的時候 總共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設置變數嘛 那間隔50px就要畫一條直線 所以我們這邊是 每個直線的x座標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宣告變數的時候 就宣告x座標 那接下來到回圈裡面 因為我線畫到就是畫布滿了就可以了 所以超過畫布寬就不用繼續畫了 所以我這邊條件是呢 就會寫成當x小於等於那個寬度的時候 才會繼續畫 好然後進到裡面呢 我們就寫直線的這個公式吧 就是從上畫到下面嘛 接著就是每個50px它就會 就在畫條線 所以x這邊是加等於50 所以這小練習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OK嗎 那OK的話我們趕快進到下一小節吧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 好